我上次发了个视频说见女生第一面不要动手动脚的 有个兄弟在下面带节奏说 要男生都别听我的 说我在教男生做舔狗 我就纳闷了 第一次见女生不动手动脚 难道不是正常人该有的社交礼仪吗 你见女生第一面就又信又报的 那你不如直接在大街上看了一个女生 你就把她薅过来抢吻啊 你看警察叔叔会判你几年游戏徒刑 我不能只教你们怎么上女生 怎么打压女生 我教你们的方法 得是要既能够做到前期吸引 又要兼顾到后期长期相处的 虽并不是一味的无底线的对女生好 也并不是一味的高姿态 而是一种以健康的长期发展的关系为前提的男女相处技巧 不要看到说了一些要你稍微尊重女性的言论 你就说啊我不要做舔狗 你干嘛对舔狗这个词那么敏感 是因为戳中了你哪些不甘回首的往事吗 而且我只是要你第一次见面不要看她的胸 你就这么难忍 你就这么饥渴吗 咱们不至于哈 凡事都不要那么极端 中庸知道才能长久 男性需要女性 女性也需要男性 能和谐相处就和谐相处 不能和谐相处也不强求 但是你不要走极端 好吗宝贝